欢迎收听姐妹悄悄话 欢迎收听姐妹悄悄话 Sisters Talk Talk Show 我们回来了 因为呢 太久没有进来了 我觉得这样子太没意思了 我每次看到我们自己飘洋过海Zoom 就觉得我们真的是还是要近距离 但是呢 你们不要紧张 我们充满了这种东西 我们人生有很多验韵棒 我带了好多 我那是negative 所以我们是验好 我每个礼拜都有验 你看我这么多 我是前天验一次 今天又再验一次才进来 因为明天我反正要进鹏鹿 你今天 我前天我验过 你今天在 我前天验 然后今天也验 因为我就常常验 我很会自己自塞 十圈 在十圈 你觉得很 因为我每次都想要去 我都把它 我跟你们讲 如果你们要快塞的话 你那个棒子 你不能这样 这样会很难受 你先直直的到 你到顶了来 然后你稍微再 头往后压 然后嘴巴要张开 这样子转 各位 怎么叫酒病成良医 就是弄酒了之后 他就很会 他可是出过国的 他可是被护士捅过的 我是被很多不同的护士捅过的 所以他很知道 怎么样弄不会太痛 所以今天我们要讲什么呢 今天我们要给你们 非常好的一个题目 叫做 婚姻不是恋爱的延伸 应该要讲说 婚姻到底是不是爱情的坟墓 对 就是说婚姻是不是 从此以后过着幸福快乐日子 还是婚姻就是恋爱的坟墓 就是在谈恋爱 到结婚那天 你的恋爱已经结束了 所以今天我们有数据 我们不是空定讲 有数据 我们现在有这个分享 要跟你讲说 很多人结婚的时候 都会被这个四姻问到说 某某某 你是否愿意娶某某某妻 生老病死 什么疼她爱她 不管贫穷富贵 都要永远在一起白头偕老 然后大家因为那个时候 还是用粉红泡泡看着鼻子 我愿意 我愿意 我这辈子你死了 我也不要活 我真的曾经这样子跟我先生讲过 我真的跟他讲过 我现在不能讲出刻薄话 你死了我也不想活了 你老了我会帮你推轮易 我只要告诉你 15年后人是会变的 好来 15年后 我只煮饭给我的青山骨肉吃 你是吗 就是你改变太难 你们女人真的是 拜托我昨天早上还大清早跑到那个大卖场去帮他去拎那个网球 他说只有那里卖那个网球可以卖这么大一箱 所以他就说你给我买两箱 然后我就说好 他就喜欢这样命令我 然后我就想听 他就喜欢这样子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演这个戏给他看 夫妻的相处之道 就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讲说 因为结婚是不是恋爱的延续 这算是一种延续了 这是一种男生对你的撒娇 就是说 你一定要帮我去买 因为那个最好用 你就会觉得说 翻死了 可是你会不由自主把车推到前面去拿两箱 然后默默的自己把它搬上车搬回家 对很奇怪 I don't know why 我觉得爱 如果这就是爱 好我们要来跟你们讲说 对婚姻的十个甜蜜误解 你中了哪几个 有几个误解 错觉一 结婚后呢 就不会对任何人心动 大错觉 我告诉你 你心动到处都是 随时会发生 也不会随时 没有就是会在你没有意想到的时候 他就是他说来就来 对 就是这属于一种幻想 所以为什么太太们都喜欢追剧呢 因为呢 假装 先生们如果你太太追剧 你不要再骂他了 因为呢 他追剧就是因为他 总比追男人好 对不对 追戏里面的男人又看不上他 总比他在录像被别人勾搭走了 你可以好好想一下 这个错觉就是你结婚之后呢 我跟你讲 我跟你们分享一个实际的经验 以前我结婚大概前面十年 我都没有追剧 然后那时候我看我身边的一些姐姐们 或是像我妈我阿姨他们追剧 就追那些欧巴什么 我觉得so desperate like oh my god 瞧不起他们说看什么东西练歌啊 我要死了 对只有老女人在看这个 才会看东西练歌 只有那种老女人生命中没有爱情 才看这个 我这么年轻 我怎么可能 我跟你讲话都不要讲太糟 你的转类在哪里我知道了 什么时候 都明俊 都明俊 来自欣欣的你 我就觉得他怪怪他没有那么疯过 大概就是八年前 他突然就是疯都明俊 没有八年吧 有八年吗 有八年了 就是他疯都明俊 就是我七年之痒的那年 我开始追都明俊 所以七年之痒是真的 而且他看到都明俊 他在看我吗 说这边有一百个人 他就好像这样 我要拍照 我那个时候 我不是 我有迷过两个 一个是都明俊 一个是鬼怪 然后那时候鬼怪 那时候焦哥在主持 有啦 他在主持孔流 一个大的南港的记者会 我没有弄去 我在live线上看 都明俊我们去了 然后我一直在跟焦哥 就是我一直在那个live下面留言说 焦哥 你真的访问太太 不知道什么 oh my god 他又有一个孔太太 他们在里面洗一洗 焦哥这好可怜 被我们骚扰了多久 我说那个孔流 他真的 很帅 不是 我没有这样讲 那个时候 因为当你迷恋 跟幻想 你讲不出帅了 不是 你会 like cry 就是我看到他 在访问孔流的时候 然后我觉得 不是 就是说 你觉得焦哥 my god 你好疯哦 对 然后我就几个朋友 我们几个 然后我们几个太太 然后说 焦哥 你好 你是一个好称职的主持人 你就问到了 就是很多 他没想问的 问座 然后那时候 记不记得 我们还觉得他很可怜 因为那时候 孔流说 他很孤独 他就讲了一个什么 我跟你讲 韩星都很容易 这种少妇 还有这种妇女的心 我绝对不是妇女 我是少妇 少妇的心 我是少妇 你真的很幼稚 ok 然后我就 我们几个朋友 oh my god he's so lonely 他没有练习 他很 一点都不容易 ok 我跟你讲 那时候 我迷孔流 it was like 我跟你讲 韩剧有一种魔力 我那时候 大概 我跟你讲 我迷孔流 比我迷 都明俊 9 因为孔流 他 因为都明俊 他太嫩 他就不像是 我们会跟他在一起的人 孔流很像 孔流 你这时候你迷 你不要在那边 你自己迷我迷 但杜明俊 你真的很迷 杜明俊 是一时 孔流 was like a long time 然后孔流 那个时候 他不是出了一系列什么 他在卖咖啡 卖手机 没有 他还有一个 他还有一个裸体的照片 oh my god 他那个裸体的照片 弄完之后 I was like oh my god I love him 然后那个时候 我想说 他住哪里 他要住冀州岛 还是什么 我就跟我朋友讲 那时候还可以出国 我说 我没有办法去冀州 我后来在韩国的街头 看到孔流 我会这样 帮我拍 帮我拍 孔流演完鬼怪怎么就不见了 不重要了 就说 你看 我今天晚上开始 我要回 我要回看鬼怪 我再看一次 可以啊 反正 现在没什么戏好追 我最近追的剧 都觉得很无聊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错觉 如果你认为你结婚后 你不会有任何心动 no 那如果你有心动 你也不要认为 你是一个背叛者 因为呢 其实心动只是心动而已 又不是叫你有行动 这是有 心动跟行动 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是有科学根据 你不要觉得自己是背叛 而且我要跟你们 已婚则讲 或是即将不如婚姻的人讲 有心动是健康的 因为呢 心动总好过于行动 你真的很像那个 sex and season 的semessa 没有感觉 就是要有感觉 就要行动 因为心动是健康的 所以要有心动呢 你才不会有行动 那种完全没有心动的 就是不让自己 直接行动 直接行动 因为呢 你就太压抑啦 那是太饥渴了吧 我跟你讲 直接行动是太饥渴 先生们 如果你的太太在追剧 她有心动 你要感谢那个剧 因为呢 她心动完了之后 她就会跟你有心动 但是太太有时候讲 所以很刻薄 她就说 哦 恐龙好帅 你怎么长这样啊 我说 哦 你好丑 不会 太太一旦有了心动 她就会对她的先生心动 就假装 我的先生也是恐龙 来吧 会假装 对 因为你只能这样子 错觉二 结婚后呢 女人终于有了依靠 我生气了 她应该会哄我吧 我咕噜了 她会陪我吧 我烦恼了 她会听我倾诉 我不工作她可以养我 这是假象 错 真相是什么来大分 真相就是说 你以为你有了依靠 错 她会觉得说 你不要吵 在家里给我好好待着 我回来你就要在家里出现 再来你以为 她会听你的情绪 不对 她会觉得说 你才应该吃她的情绪 对不对 男人如果很辛苦 会觉得这样 再来你不工作 她会说 那我要养你一辈子 你不要跟我要钱 对啊 你买菜也要跟我要钱啊 这已经叫我要 你怎么都要要钱啊 对啊 你不要自己想一下 内根生的方法 对啊 没有那么好的 生活的方式是什么 就是遇到烦恼呢 你先会自我消化 对 这是不管男的女的 你要先自我消化 对 然后等到对方 有心情的时候 再听你倾诉 对 然后呢 如果呢 你再说 然后呢 你要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说 即使两个人 可以白头偕老 也有一个人 会先离开人世 所以你必须要先 习惯独立生活 这件事情 以前大家都觉得 很浪漫说 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 我们要同年同月 不是有点穷鸟 戏就会这么演 但人生就是不会这样 cannot 你最好把身体好好顾好 因为要嘛 就是你要照顾他 对 要嘛 就是他给你say goodbye 那你要先想好 我跟你讲 你们都不要照顾我 我去老人院 我已经讲好了 我不要任何人照顾我 我不想拖累任何人 但老人说 金姐 我今天好无聊啊 你跟Five Magic 可以给我来打麻将 来送路上帮我担的什么什么什么跟什么 我曾经有没有跟你讲过 我有个新的idea 你要干嘛 就是呢 开麻将馆 不是 不是 卡牢可以跟麻将馆 不是我们呢 这些职业妇女呢 我们呢就是 退休了之后 对退休了之后呢 我们找了个这种比较老的公寓 然后呢 就是那种四层楼的 就是要电梯 因为我们老了也爬不动了 然后一层一户呢 也不要很大 20平台 然后呢 我们就每一个人呢 认购一层 OK 所以我们要存钱做这个事情 然后一楼呢 我们就是share 然后最好呢 它这个老房子 外面有一个像院子这样子 然后一楼呢 听起来要很贵 应该在花冬 或者是外岛了 就是离异院境的地方就好了 然后呢 在慈祭旁边 然后那个一楼呢 就是来有厨房 然后有一个院子 我们可以喝茶 打麻将干嘛 所以我们每一 公共空间 我们每一天呢 就是推着我们自己的轮椅 然后到一楼 所以一楼算是我们自己买的公社 我们自己到公社来 对 然后二三四就是我们自己滚围去的时候 对对对 然后我们可能 我们大家急起来 hire一个看护还是什么 我们可能会派一个阿姨 对帮我们煮饭 然后帮我们打扫 那如果你真的瘫痪了 你就要自己再hire另外一个阿姨 也不可以去用一楼的阿姨 做你自己的事情 那所以身体要练 因为你如果瘫痪 就要花更多钱 对 而且大家会说 你虽然下不来 公社的钱也得付 而且这个公寓只有能女人 不可以有男人 所以不能够找人来偷个情 你都是做轮椅 你还偷什么情 你最近有没有看 我现在看的什么 有个Netflix有个新的两个老的 就八十几岁的两个男生 两个女人 还老是想说我会怎么样 Grease and Frankie 对对对 Franke 我跟妳讲 人家就是人家连那个坐马桶都站不起来 还是想要谈恋爱好不好 That's true 女人就是永远都想要谈恋爱 太有趣了 但是anyway 到了我们真的要退休 80岁以后这种生活 我觉得男生满烦的 对我们就自己就好了 但如果现在还在呢 没关系他就在家里啊 这不是家里 这个是like你自己另外一个空间 你不是答应要推她的轮椅 陪她一起到最后 我有答应吗 你的结婚誓言呢 你怎么这样还叫 你自己在家里啊 我先走了 我给他生两个女儿 而且还跟他说 我帮你留好两个佣人啊 然后那个谁叫谁 不要再吵我 我先去问我朋友们度假 你很坏 人生真的很蛮长 我只要告诉你 婚姻是一条很长 所以大家不要老是坏想说 我要结婚才是人生胜利主 你最好看清楚你嫁的 你的选择是什么 因为呢 我常常跟大家讲 婚姻它不是恋爱 或是浪漫的这种爱情故事 Hollywood大电影的延续 它是一个选择 是 婚姻 恋爱是浪漫 婚姻是选择 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 这个话 婚姻是选择 而且婚姻是绝对要经营的 你不要认为说 我们曾经那么爱 你应该就一辈子爱我 你当初追我追到 你现在取得我 我跟你讲 因为你结了婚之后 你也会变拉他 Every day 你看到这个人 他上厕所 你也可以看得到 他帅啊 你也可以看得到 他流鼻涕乱丢起 他晚上打呼 你也可以看得到 然后呢 他的所有的言行举动 你都看得到 没有包装 你的言行举动 他也可以看得到 而且他可能还看到你生小孩 所以呢 而且他在游魂区看到 不是 他可能还看到你喂母奶 你知道这个就是一个 怎么讲 所有的幻想都没有了 我觉得需要很热恋的恋爱 还是要有一点幻想的空间 当你没有幻想就变得很真实 那所以我说婚姻是一个选择 你有没有做这个选择 要带着你的爱人 进入一个很现实的一个状况 而这个现实是到你死 所以我觉得很难 你要想如果你28岁结婚 maybe你88岁死掉 你要过50年的现实 而且你看 50年 再次选择的时候都太年轻了 你不懂啊 所以你就选择 所以我觉得晚婚是OK 为什么人越老越难结婚 因为他就很清楚 我要什么跟不要什么 但是女生又觉得晚婚的一个问题 是生小孩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身体有保存期限 就那个现又不能过 你又不能太早结婚 因为你没有体会过美好的人生 你又不能太晚结婚 所以我们又等于是在 我们的保鲜期内 赶快找到一个好的 我在这边在奉劝所有的女孩子 如果你要结婚 please不要嫁离你娘家太远 因为如果你还想要保有一点点 跟你先生的那种恋爱的时光 你一定要离娘家近 因为带一个小孩 it takes a village 不是说要你妈妈 好像不过她的人生 要帮你带小孩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也不可能让我妈妈这样做 因为我们这个年代的女人 应该已经比较有支援了 可以帮忙 就是洗奶瓶啊什么的 但是呢 你还是需要娘家在身边 因为那个生命会让你比较踏实 这是过来人讲的话 我娘家都太远了 我每一天都在收买他们 叫他们快点来 他已经收买了十几年了 然后现在我妈又去住Marcy家了 她又去帮忙带小孩了 因为她跟孙子在一起 会觉得自己年轻 yes 确实是 然后我就每一天叫 叫我们家姐妹两个 就传简讯给我爸妈这样 我们都长大了 我已经两年没有看到你了 等你看到我的时候 我都要上大学了 就是用一些苦肉计 就是说爷爷你赶快来 什么之类的 因为我父母来了 我才能够自由 yes 因为我们两个有一个小小的计划 这计划需要 把他妈妈当作是一个 对 叫妈妈来 叫我妈妈来 yes 他现在把他 对 需要求 请求 可以了 会了 it's gonna happen don't worry 心想事想的明明 晚上我睡觉都会跟自己讲说 我们的明年人会在哪里 我们会得到什么 我给你讲 传道桥头自然子 会值吗 是吗 我们有一次 我记得在这边 坐在同个位置 有翻过一个资料 好像讲过说 人生你不要觉得 桥桥头自然会值 桥桥头就会掉下去 没关系 it's ok 反正因为我们的 我们的历练已经丰富了 掉下去我们应该还会游泳 然后再来就是说 你的错觉四 就是说结婚 结婚三 结婚后 尽快生小孩 早生早好 反正的都是要生的 不对 为什么 你还是要保有一开始 因为你们两个从谈恋爱到婚姻 我觉得要经营一段时间 对 而不要离开了恋爱 就变成父母 因为变成父母之后 你就忘了经营的婚姻了 对 然后你会比较 因为有些是女生 很容易只记得自己是妈妈 而忘了自己是人妻 就不会好好经营的婚姻 所以最好就是 你谈恋爱 结婚 你可能有两人生活 大概两三年 再生个孩子 其实我觉得 一年都太少 对 你要先适应两个人的日子 你适不适合 是 把一个孩子带进来 对 因为有的时候女人会冲昏了头 觉得说 我就是要生小孩 我就是要生小孩 我人生就要三个 或是 有些女人会觉得说 我们的婚姻 不是 不要那么协调 但是生了孩子就会好了 用孩子要套牢这个婚姻 这是万万不行 没错 因为你一定要搞清楚 你们两个人到底 你们的价值观 然后你们的人生的目标 能不能够结合 而且我们真的不能忘记 这个是很残忍 但是原生家庭真的会造就一个人 所以你一定要很融入彼此的家庭 看你们的原生家庭 是不是接近的 接近的你才能够真的把一个孩子带进来 要不然你真的 就是你就卡住了 你就被困住了 确实是这样子 所以记得就是不要一结婚就立刻生小孩 再来是结婚之后 你可以接受和对方的父母住在一起的话 你就要爱他的家人 没有这是错觉 你居然要这样子 很多人 这是不可能 但我们都会被教育 觉得说 错觉 我爸就是你爸 我现在就告诉你 and I'm sure it's okay maybe我妈妈会骂我这样子讲 but it's true 我给你一个真的 this is false 错觉 你不要认为说结婚后 我的爱够大 我除了爱他 我还可以爱他的家人 然后他的全家也会爱我 爱他就像爱他 No 你可能可以爱他们 他们也可以可能爱你 but你们绝对是不能够住在一起的 因为住在一起 这个真的 因为一个家庭里面你要有几个 那如果我们讨论很多次 他不得不住在一起 有的时候是经济条件 有的时候是父母的关系 那就是一个短期的一个计划 你要有长期的计划 事后你还是要有长期的一个共识 你不能说无期限的 就是在这边 it's not gonna work 因为我念看到一个文章 我看了很感动 我忘了是谁写的 他就在写 好像也是一个名人的爸爸 他就说 他那个爸爸就用他的焦点 他的观点来写 他的媳妇 记得大家 他说我一定 比如说我一定要对珍妮好 珍妮他没有吃过我们家 一粒米 他没有喝过我们家的一口牛奶 对 他不是他的教育费 他的养育费 我们没有出过 他是人家养的好好的女儿 他嫁到我们家来 他要帮我 他要他为了我们要 他跟我们一起生活在一起 他对他来说 我们只是一群陌生人 除了除了他的先生 就是那个人的儿子 是家人 就是是爱人跟猎人 跟他选择 他说这个女孩子 他只是选择这个男的 他并没有选择我们 但是你看他在我们家 他坐立南岸 一看到我们在 在做家事 他就跳起来要帮忙 因为他还是永远 只会感觉是客人 他说 所以我们要对他特别好 因为为什么一个女孩子 要奉献他二十过后的 一辈子的人生 在我们的家里面 而人家是人生父母养的 这是真的 他这个爸爸讲 这个公公讲 他都哭了 因为有多少人 是没有办法 这样子想的 大部分的公婆 尤其 就是我们要来侍奉我 传统社会 就是我要试探你 我要 你就是应该 我儿子给的你了 你嫁来我们家 就得按照我们家的规矩 很难可以切换角度 能够写相真的很不容易 我看了我真的 Oh my God 我真的希望我两个小孩以后 可以嫁给一个这样子的好人家 真的 好来 再来 就是错觉五 我如果这样有钱人 我少吃了十年的苦 我就 如果我娶了一个白富美 那我就少奋斗十年 这是错的 你永远不要认为 另外一个人的财富 不管他的财富 是怎么得取的 是家里给的也好 他自己曾经赚的也好 你永远不要认为一个人 另外一个人的财富 是你的 如果他跟你分享 那是另外一件事 那是你运气很好 你不要认为 他应该要给你什么 因为 Nobody in this world 应该要给你什么 是 他凭什么要给你 他是他自己赚的 他为什么 他为什么要给你 所以呢 你如果需要钱呢 你应该先想 你花那么多时间 想别人的钱 你应该花点时间 想你怎么自己 怎么自付 对 你自己怎么赚钱 我告诉你在这个人生当中 除了自己赚钱 最踏实 没有其他的 人家给你的 就算你父母留给你的 还不一定那么踏实 也不是持久稳啊 不是这样子 这倒是 自己赚 自己有能力赚 这才是你唯一的真正的依靠跟安全感 是 再来呢 就是说 我如果娶了一个老婆 他应该会照顾好家里的一切 他会做好饭 他会把碗洗干净 他会烫好衣服 他会把房间打造的很干净 而且呢 还会切水果 送到我电脑桌旁边说 请吃 这个又是一个错觉 false 因为呢 一个女人今天他伺候你 那是他的选择 对 again 这是choice 不是一定要做的事 我帮你煮饭 或是我给你煮饭吃 或是怎么样 这是我 因为爱你 我爱这个家 我对你的一个贡献 对 而不是说 你应该要把我当理所当然认为 首先 你是娶的女人 还是你是娶你妈 还是你娶的佣人 对 你搞清楚 你娶的是谁 是 当然我承认 我觉得 以我的观察 这个黄金烈犬们 大多 会这么想 喜欢舒服的日子 当然 男的女的都喜欢回到家 舒舒服服 这很合理 彼此 对 这很合理 但是男人们总是会觉得说 自己更辛苦一些 因为在外面 必须要扛家计 要承受比较大的压力 承受比较大的压力 除非是女生在养家 那要不然男生 如果到外面奋动的话 当然是比较辛苦 是 那回到家 他当然希望 有一桌饭菜 有水果 有什么 这是很合理 对 但是那个态度很重要 我不是跟你们看 我看那个无头的YouTube吗 就是有无头 你还在看啊 我晚上睡觉 我都会先看 你刚刚没有头一直煮菜的太太 对 我不是一直看那个 就是Vlog 就是一些什么 日本太太住在巴黎 那种Vlog 我发现日本人 他们有个非常好的习惯 什么 就是他太太不是花很多心思 在帮他做一些配菜 什么 然后弄那个 当然了 这个我感觉 他们是没有小孩 因为他的Vlog里面 他们也是拍他的房子 虽然你看到 有小孩的东西 对 他们他们是 可能是那种 顶客族 然后呢 每一次出来吃饭 他太阳弄得很漂亮这样 然后他先生 你会说 哦 那个 对就是谢谢 这样子 谢谢你今天给我的 你知道吗 光一个谢谢 其实一个人 不管男女 可以讲这句话 要讲出谢谢 这很简单的 但是对听到的人来讲 是很窝心的 所以过日子 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些方法 这些方法都会成习惯 我有一对夫妻朋友 他们不管怎么吵 因为也是三个孩子 其实任何人结了婚 不如婚姻 有了孩子 一定会吵 因为有了孩子 就是 生活有太多柴米油 也就是值得吵了啦 他们不管怎么吵 不管他们在哪里 他们接电话都是那种 What OK I love you too 不管怎么样 不管怎么样 对 I love you I love you too Love you Love you honey 他讲 后来有一次他挂电话 我非常好结婚 我说你讲I love you 可是你刚刚不生气 他说呀 I love you 已经变成我们的一个bye 这样 就是说 我们从刚结婚就讲说 挂电话 不管你的语情怎么样 从来不会直接挂 然后bye 讲起来 好像我们再也不会见面 然后讲说 Love you 然后Love you too 所以这是我们结婚 十几年来的一个习惯 我觉得这个习惯是很好 因为两个人有这个共识 可以配合 所以不管你在什么样的情绪 在讨论什么 财米油盐 这样做唱 他永远 ending是love you 这样子 我觉得很好 很不错 以后我要叫我的女人 我们跟小孩也会这样讲啊 对 可是你不应该跟先生这样子讲 对 跟小孩确实是 因为觉得我们对于小孩 很容易说出爱 对 我们对父母就反而 父母或是 先生 很奇怪 先生在你谈恋爱的时候很容易 I love you 我爱你 什么什么 后来就觉得 生小孩之前都还很容易 但是生完小孩之后很奇怪 就是你很难讲出爱 你就把自己当作妈妈了 而忘记自己也是一个小姐 对 你很难讲出爱 所以我觉得对女人来讲 我们一旦生了孩子 可能是hormone的改变 有可能 你很难 那个母性 对 你很难分辨出男女的爱 还有母爱 亲情跟爱情 你可能会 对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你这个爱情的那块呢 就会越来越少 所以为什么说需要幻想 还需要心动 因为心动才会勾起 你的爱情的feeling 然后呢 你看到你的先生 你才会 好像也蛮喜欢他的 对 就是你还看到到他的好 你不只是看到到他的最好 错觉7 我看上了一条价值 半个月薪水的裙子 他就会偷偷买来 送给我当作惊喜 你会认为他会给你 这样的surprise 然后你觉得每年都会收到 出国旅行这样的礼物 每个周末 他都会带我去高级的餐厅吃饭 然后把这个 弄个烛光晚餐给你 然后所有的节日 我都会收到珍贵的礼物 来错觉 为什么 这些想象呢 只有在谈恋爱 偶尔会发生 对不是天天 因为如果一旦不如了婚姻 你是在过日子 过日子没有这种 每天我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逢年过节 他都要送我礼物 他每一天都要带我去吃烛光晚餐 然后花那种上千元以上 上万的餐厅 然后把钱 把家伦都不管了 他每天都要送珠宝给我 然后信用卡给我 就拼拼刷 让我随便刷 对 没有这样子的人生 OK 就算有这样子的条件的人 你如果真的这样子做 那他也会开始讨厌你 因为 对 这个不是过日子的步骤 对 花钱 of course I understand 我觉得女人 我们是有后务欲 对 但是 it's not everyday and你觉得不能 觉得是理所当然 like oh 你就是应该要送我 这么贵 你就是应该要送 no 你还是 当然我们言语中 我们姐妹她要讲话 什么 偶尔会讲出这样的话 我们会开玩笑 但你真的回去过日子 你还是会替 你的先生想 是 因为你的先生的 就是你的 你的就是你先生的 是你们家的 而且你们是你们家的 你们知道过日子 除非这个人 他叫你这颗西北风 就这辈子他就破产了 然后你也什么都不用做了 好惨 对啊 这很惨 那就是到最最差最差了 所以要记得 就是你不要 那个幻想 真的只是幻想 你想想就好了 不要认为是真的 不然你会很失望 对 好吗 再错觉 八 天哪 想到以后 跟可人儿是谁 就是 这个心爱的人在一起 可人儿 在一起 感到好幸福 身材好刀抱 穿衣服呢 也很潮 说话呢 也很有趣 不管他做什么 我都觉得很可爱 这又是个错觉 就刚刚讲过了 对 因为恋爱中呢 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呢 当你的男友来接你 要出去约会的时候 他都会打扮很得体嘛 你也会打扮 对 所以你不会让他看到 你很邋遢的样子 除非你们已经住在一起 所以这个又讲到 同居搞不好 是OK的 然后我的女儿要 如果他们在谈恋爱的时候 如果他们真的认为 他们要嫁给这个人 会说那请你先同居 我觉得要 我们那个年代 我们父母都不让我同居 怎么可以跟别人 睡爱情 我后悔 我就要立刻嫁给他 我就应该要先同居 我也觉得 因为先同居 你才可以看到到 他在正常生活当中 是不是你要的 他有没有袜子乱丢 他自己会不会洗衣服 他会不会洗衣服 有些男人 你到他家里才知道 他不会洗衣服 他如果不会洗衣服 他如果连那个都不会按 他如果连那个都不会按的话 那就是你要按 那你要按一辈子 50 years 你按完还要自己 把它拿来晒 因为他不会 50 years 你可以吗 如果你们爸爸妈觉得 不能同居 你可能要跟他一起出游 住几天也许 住几天 是not real either 因为有饭店 可是出去旅行 你可能会看到 好一点 我知道 你如果不能同居 你要把他带到一个 就是很没有安全感的地方 深山里 深山里 或是在那种 非洲的那种 Amazon jungle 就是那种 很克难的 就是要生死 就是要患难 见真情的地方 看他的危机 是怎么样 一般女生不想把自己 放到这么惨的地方 因为怕到时候 他救不了我会死掉 就是说我的意思 你们要去一个 就是不要那么舒服 不能去什么巴黎 什么这种 也不能够去巴黎岛 就是塔内 你要有点 你要去 有点辛苦 要走眼路的 要背一点行李的 要登山 或是去践行的 你才可以看到到 他累的时候 会不会给你嘴脸 或是 当你开始 很累的时候 或是真的要 shopping买东西 你不要说 他帮你买 有些男人 他还不让你买 或者会 不是说 你要帮他给你臭脸 对 不是说 他帮你买 帮你付钱 是你自己要付钱 他还不让你买 你就知道 这个人可能很小气 就是说 他对他自己小气 所以他觉得 他对你 对你自己应该有小气 小气的男人 是最要不得的 我外婆 那时候还在 宝宝啊 我告诉你 你呀 这种男人 小鼻子小眼睛 你绝对不能嫁 真的 因为他如果 小鼻子小眼睛 他对你就会这样 没有 生活上 当然我们不能 无止境的花钱 This is of course 但是他不能够 心理小气 太苛刻的小气 不是说钱的大小的问题 是态度 很计较 对为什么要这样 你为什么要逛街 你为什么要那个 我曾经认识过一个人 他的先生 for 10 years 他们去面包店买店 买面包 他都要等6点以后 因为他买半价的面包 因为他认为那个面包 都是同一天出炉的 他为什么要花120买一条 因为我想要在5点的时候吃 可是5点半以后 他就可以买60块一条 那他就省了60块 可是我想 他这样讲没有错 但是他这样做了 every day for like 很多年 但是有可能 我们就受不了了 你挑的口味就被挑光了 对 换口味啊 你不要跟我讲 I know 可是有些人 他就会省小钱 他认为省小钱 他就赚大钱 他的概念没有一样 可是这样生活没有乐趣 因为你老婆 想买个面包 他就不让他买 如果两个人都觉得很有趣 就还可以 就你也是这种精打 你看我们两个今天赚了60块 这个如果这样有开心 也可以 那所以就回到我们前面讲 你要嫁给一个价值观 跟你接近的人 那差很多 你就会很痛苦 对 像我们如果觉得 我就是在5点55分 想要吃面包 你要叫我等到6点 我就会觉得我很痛苦 因为没有很贵 如果差很多钱 我也会等一下 但如果就是几十块 我现在就要吃 错觉9 我生气了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反正夫妻都是床头 床尾和 然后吵架呢 解决不了问题的话 就冷静一下 冷战就好了 冷战就好了 看谁 谁抵得过谁 这样子 这个真相是这样子 人家会说 就是 你这个石头跟棍子打我会痛 但是言语是不会伤害我 那才痛 言语很伤人 而且在心里面的那痛 是无法被弥补的 而且有些人 他会有阴影 而且有些人讲话 真的很命 就是会讲出那种 你会觉得说 你这话就在心里面 就真的敲一个洞 不是有些人会讲出来的话 就表示说 你根本没有把我看在眼里 就这种话 如果你还要在这 跟他继续狗下去的话 是很痛 我觉得我们自己也是一样 有很多话 要说出口的时候 你应该吞进去 就是你觉得 你要讲出科普话的时候 你就要把这把闭起来 有时候会忍不住 但你一定要闭起来 可是婚姻久了 真的很容易出出来 但是要小心 喝口汤吧 就立刻拿个水来喝 因为真的不要 因为那些话 真的会变成是 很伤人的利剑 而且冷战呢 冷战久了也很恶劣 因为呢 夫妻的感情呢 其实我觉得 回去回家就不开心吗 就是冷战 两个不讲话也挺痛苦的 我个人觉得 夫妻的感情是很脆弱的 因为当然 你们是年轻的时候 恋爱到你们 不如婚姻 不如婚姻是一个选择 慢慢的一起成长 有了家庭 有了共同的目标 有了未来 问题是说 我跟你讲 这些未来 跟这些选择 都是建立在一个 感情上面 那这个感情 如果你不呵护它的话 它其实很容易破裂 因为真正的 真正你们 农情蜜意的感情的时候 如果你结婚十年 你真正农情蜜意 只有你们两个人的时候 是十年前的事 所以你要 好残忍 It's true 因为我不是说 你结了婚就不会农情蜜意 会变 会变 因为生活太 太杂了 生活有 学费 有房贷 有税 有燃料税 有要不要换车 有没有要生小孩 各种不同的选择 有没有校轻费 有没有这个 医疗费 A lot of things 有出国费 这些东西都会让你 当然 很多人会说 贫囚限制了我们的想象 因为如果今天我们是那种家庭万贵的话 我们不用担心钱 我们就不会被消磨 No 还是会被消磨 每一种人在不同的位置有不一样的烦恼 你以为人家看起来没烦恼 人家搞不好觉得你没烦恼呢 因为有些人是烦钱 有些人他不用烦金钱 可是有些人 烦的是别的 烦的是别的 有些人你不要以为 他有个富爸爸他就给他钱 他为了要拿富爸爸的钱 他们全家要弯腰弯 而且悲公屈膝 悲公屈膝 你受得了吗 而且可能他等说公公怎么样还给钱 那公公就是 身强体重活到一百岁 你就等啊 到那个时候你就已经发死了 你就先去赚你的钱吧 你在那边跪 而且靠自己的钱 我觉得比他实在 所以话 有的时候到了舌尖 你就是要 吞进去 但是我给你们小秘诀 喝一点点 Happy Juice Happy Juice Can make everything happy Mommy Juice 现在是Happy Juice 因为小孩已经大了 已经不能再骗他了 It's a special juice You just 那这样我们就要随时 要携带一个背包 都随时要拿出来 因为随时想要吐出来这句话 因为我看不到分享的网站 就是有个包包 一个Purse 它其实里面就装酒的 所以它找了像很时尚的包 你打开之后 你就可以喝两口 我又买一个很厉害 就是一个这么小 这么小扁扁的一个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 我在巴黎的时候 你会看到一些那种巴黎的女人 她就从包包拿出一个很漂亮 我们去买那种flask 真的吗 就那种平平的 像酒罐 然后倒一点 然后你就 平平的 然后你就把它打开 就觉得开心 你又要喝一口 我倒一点在你的咖啡里面 我觉得可以 赶快我要去买 去哪里买这个小的flask 我待会就来google 我跟你讲 你们不要觉得我们是酒鬼 我们真的不是酒鬼 我们需要 relax 因为呢 女人呢 就是不够chill 为什么不够chill 因为人生就是太多事了 所以我现在要放松 我觉得就是 yes so 因为呢 我们的事情多到 我们已经没有办法 记得以前没有事的人生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用一点 chill happy juice yes 很好 我给大家小秘诀 吞进去不好吞 就喝一点happy juice yes yes 我们怎么这么聪明啊 真的 所以我 先去买小瓶子 我现在从五点就开始 你真的是一个阿花 没有因为我差不多五点钟 不是因为他很 他跟我不一样 因为他很早起 我很早起 他的人生可能从六点开始 我可能从十一点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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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能想到happy juice 这是心脏吗 不要酗酒啊 不是 我没有酗酒 我只是喝一点 一口 一口 高粱 一口 等一下被小雅姨听到 我们两个又要被叫去驯化 是你讲的不是我讲的 你刚刚先讲的 大家倒带 他先说的 我是被你带坏的 以前我根本不会喝酒 谁带坏谁啊 他都每天要喝一瓶 你好离谱 他在防疫期间 他每天晚上喝两瓶 因为他没有办法不出门 他从早上开始 他一天喝两瓶 我跟他有一次我喝自然酒 自然酒要小心 自然酒比较OK吧 自然酒 我不知道是有泡的怎样 我有一天就默默的喝 喝掉一瓶就喝两瓶 我就昏倒在地上了 我没有昏倒 就是我就躺在地上了 他讲话都比较夸张 他的昏倒就只是说 在沙发上弹一下 他就说 我昏倒了 他比较夸张 不是 我就是躺在地上了 像我躺的 我还跟你说 没有我只是在休息 我给你讲自然酒 真的你要小心 真的吗 be careful 自然酒醉很快 我不知道耶 因为好像有气泡 我家里有一瓶 气泡我真的不太行 OK 错觉10 最后的错觉咯 每一个人呢 都有不完美 如果他爱我结婚后 他自然会为我改变 不是说婚姻是两个人的磨合吗 No 必要有改 必须有改变 他会改 我也会改 No 没有人会改 因为呢 会改早就改了 你先问问你自己 你要改吗 你有习惯你会改吗 对啊 你不会吗 对啊 我有好多坏习惯 我都好想改掉 我都改不掉 我也是 我每次看到我女儿怎么样 我就骂她 可是我自己也会这样子啊 而且小孩有时候回嘴 他就说 你不要这样 他说你也是 你突然觉得说 真的啊 所以小孩是一面 他在学我们 我叫他改掉 他 我怎么叫他改 我连我自己都改不掉 yes 所以你看 人的功课很长 这反省好大 我现在想要回家写日记 你现在去叫你先生 或叫你另外一面 你这个人讨厌 这个被改掉 他怎么改 他这一辈子都是这样子 那他也讨厌你啊 那他叫你改 你改得了吗 你改不了 这是 It's so hard So the answer is Happy juice 不是 你就看不到他需要改的地方 你也就算了 The answer is 你不能够要求别人为了你改变 对 而是在选的时候 他的那个缺点 是你要能够接受的 对 你不要认为他会因为跟你结婚 他就不会再有这个缺点 No 对 他就是他原来的样子 你必须去爱他原来的样子 你才能够嫁给他 是 如果你期望你嫁给他之后 他就为了你而没有原来那个样子 好了那问题来了 你无法定制啊 因为可能20年前的你爱他原来的样子 他也爱你原来的样子 20年后他 你也变了 对他也变了 他也变了 你们没有成长在一起 所以成长在一起是很重要 那要如何成长在一起 人说婚姻靠缘分 OK 结婚靠缘分 婚姻靠经营 我们现在给你六个pitball 怎么经营 怎么经营婚姻的pitball 这好需要啊 第一 这个很重要 我每一本书都跟你们讲这个 婚姻是真实过日子 要学着放大优点 缩小缺点 就是当你要讲他缺点 你要念的时候 把嘴巴闭起来 是 吞进去 然后第二 彼此体谅 尊重关系 是靠双方呵护 不是一个人呵护 双方 对 他不要 那个什么 出口恶言 你也不要出口恶言 双方 OK 是 互相知道彼此的地雷区 吵架呢 没有一个 没有一定谁要先认错 不能够规定谁先认错 而且你不能把这个人戳到他发疯 然后再说 你跟我say sorry 你都已经把他戳到发疯了 而且有些女生很爱讲说 你打我啊 你骂我啊 就是 你为他们讲这句话 我跟你讲 你会讲这种话的人 你就是想被打 对 你就是遭打 你就是要欠骂 对的 如果你说你打我 你打我啊 你打我啊 那他真的打你 你就不能说我是受害者 因为你叫他打你 你叫我打你的 他搞不好你很痛啊 就是你不能够讲这种话 有时候女生有时候很傻 就你挑衅人家 你把人家弄到逼到了墙角 他就会反抗 而且你知道他的地雷 你为什么要去按 那你这个人不自导没去吗 就是如果你除非你那天很闲 想要惹点事 你就知道这个地开关一按 是可儿子 OK 是可儿子 不要一直去按那个会出事的开关 偶尔一次可以 不要一直按 按到了以后你绝对后悔 不管谁输谁赢 你会后悔 而且有时候你知道你会后悔 你还要做 那你就是很 那个 所以这个就双败 两败俱伤 两败俱伤 双败什么 双败俱伤 两败俱伤 OK 好来再来 事实的表达爱跟需求 也不要忘了给予演一下情趣之道 演一下 演一下就是 你还不睡觉啊 要不要早一点睡觉了 这是个sign 会冷把他穿袜子吗 不是 你还不睡觉 睡一下 那你千万抱我一下 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啊 男人其实很简单的 you don't need a lot 男生真的比女生简单 你真的 你只要主动一点 like 哦要不要睡觉了 哦好累哦 你来陪我 你来陪我 他会很开心 他会不小心就是笑出来 对 你说那你要不要来陪我一下 这样子 然后你就稍微穿一个 那种对 睡衣比较露的 就不要穿 你平常穿那种像男性的睡衣 不要穿一个大T恤 然后烂烂那种 你换一下 对脸上如果有一点点 留一点点妆是好的 或是腮红弄一下也可以 反正就是要有一点 然后你就是要那个的时候 装一下的时候 你就是要稍微有一点 喝一点点happy juice 然后really chill 然后就有一点 you know眼睛要亮亮的 然后就是看到他的时候 要笑口常开 然后说 你来陪我一下好吗 然后这样子 然后到床上的时候 虽然衣服都穿得很满 但你就稍微靠近一点 靠近一点 然后有一点身体的接触 有点热热的感觉 碰到要碰到 要碰到 皮肤跟皮肤的接触 然后你再把一个腿 跨在他身上这样子 然后稍微就是用你的like you know like稍微就是 他们只要有一点身体接触 碰一下就哇 他们就 easy ok so it's very easy 好来再来 这个你做很好 抓住胃就是抓住心的经营法则 前两天我看你在Instagram上面写了几句话 我写的什么 那写的很好 我写的什么 你写就是说你总要几道菜 是会让他想要回家的菜 我跟你讲 我觉得你那天想说 哇这女人超厉害 男人 这是我实验过的experiment 所以不要说我尝试 因为我真的跟你们分享 都公布了 我都公布我所有的know how 我真的没有在尝试 那有几道菜是让他想要回家的 你一定要有几道菜 maybe三道 不用太多 他真的爱的 你先生喜欢吃什么你应该知道 你要学一下吗 你就学到真的到位 他对你 他对你真的是赞赏我家 然后去其他餐厅吃不到这个味道 然后呢 他就会每天晚上回家 你真的在升级了 你再做更多菜给他吃 把他照顾的无味不治 你怎么踢也踢不走 I'm telling you it's true 因为在外面逢场做戏 他们也会累 right 而且回家也不用演 yeah 回家不用演 他可以自在的当 你就让他演大爷 而且他可以吃到好吃的 他们会 所以我觉得meldy那天讲的很对 就是抓住了胃 就是抓住了心 这个经历法就是对的 男女都是这样 有一些是女生不会做饭 有些男生很会做饭 男生会做饭 男生做饭 女生就每天回家 女生觉得好幸福 被喂的肥肥的很开心 这个也很好 whatever 男女只要有一个人 愿意做这个事 你就会增加很多在家里的时光 然后在家里的时光 你要记得你的氛围要对 这样子 氛围要对要怎么样 就是我的意思说 一个家不要有压力 没有人男女 doesn't matter 回家他喜欢放松 他不想要有压力 当然我们也会这样子 因为我自己也是过来人 太太很容易抓狂 你为什么 我不是叫你去帮我买 就像我的朋友他都会讲love you 就是一个意思 他不是说真的现在很love 但是就是love you 所以我看我有很多美国的朋友 美国人比较会做这个 就是他一进门 他就会来给他抱一个亲个 然后说 hi honey how was your day 虽然你可能气了个半死 but你要先把这个仪式 仪式感要存在 对那你有的时候 一进行完了这个仪式 你的气就消了 好像是 很奇怪 但是如果你没有进行这个仪式 然后你心里面还气了个半死 觉得说他为什么不过来抱我 他为什么不过来跟我say 那你就主动一下 对然后你就越气越气 越下去就爆炸 所以情绪这个东西很妙 生活确实是需要一些仪式感 而这仪式感可能是我们自己创造 属于自己家里面的 可能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一个小仪式 对这确实可以 如果你们家现在没有 你可以现在想一想 对然后所以这个烧饭这个东西呢 也是我常常跟我身边的朋友讲 我说他都说他都喜欢出去外面吃 不回家吃 我说no 那你就是要 那因为你做的不够好吃 你就是要做 实话就是因为不好吃 那我为什么要做 为什么他不做 yeah that's true too 但是anyway 是夫妻一场 你没办法计较我不做 他为什么不做 那我也不要做 no 一个人需要先做 那其实我跟你讲 如果你会做饭的话 你抓住他的胃的话 其实这个掌控权是在你手中 因为你可以决定要不要给他吃 常常人讲说夫妻是叠对叠 是power struggle 如果你有很多是你很会的 然后是他 你收服了他用这几项东西 那谁掌权 当然是你啊 right 你真的很厉害 其实是个狠角色 我的天哪 他就是半猪吃老虎 你以为他很不会 他其实什么都在他的掌握 不是真的 你很厉害 谁教你的 你妈 还是你外婆 还是你奶奶 i don't know 有些事情啊 感觉上是你吃亏 但是没有 你要钓鱼放长线 真的 放线钓大鱼 放长线钓大鱼 因为you don't know 所以你还是先把这些步骤 你有没有看Netflix Queen's Gambit 他在下棋 其实就是在下棋 你知道吗 是啊 夫妻其实是 宣套跟下棋 也是一种对战 就是你的棋怎么走 进退之间 到底谁是赢家 其实很难说的 而且也不一定要输赢了 说实话 又没有真的拿到钱 有什么好输赢的 其实有时候输一下 也蛮有趣的 对 因为婚姻真的 你说一辈子五十年 只有两个人 你还是要找一些事情做 而且你要想 老了真的只有你们两个人 你不要觉得 生很多孩子 他们都有鸽子的家 他们会离开的 对 会啊 就是空潮 就是当你的小孩出国 念书 我干嘛让你回来 看 老伴还是你啊 你真的真的昏了 我今天讲的太多秘密了 太多心理的秘密了 很好听 请各位不断倒带 只有五颗心 没有其他心 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呢 请大家帮忙 按赞 五颗心 对 然后呢 这个好好的琢磨 我们今天讲的话吧 反正婚姻呢 它也不是爱情的坟墓 但是呢 也不是幸福的终点 也不是 它也不是恋爱的延续 所以呢 这个婚姻还是要靠经营 所以这个还是要靠一点方法 know how 还有智慧 这个经营 其实我觉得Melody 已经把它弄成像是经营企业一样了 没有 如果你可以把婚姻经营企业一样 你搞看你要不要投资我 我们来做一个企业 我们来做一个business 婚姻大师 Melody开讲 what 婚姻经营所 然后呢 然后我就在里面 然后一堆人哭起说 开课 开课 真的假的 讲课 Ted Talk call me 我们如果开课 就是先线上来上课 然后你就想要先预付多少钱 你就可以变成一号会员 假设你付到多少等级 就可以变成是比较大 有一种比较secret的秘密 那是VIP 我们再一起出去shopping 我们可以online 就是这样跟你说 这个东西必须买 然后Find Magic就开始说 一下爱的接单 五分钟准的接单 What 加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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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人生太美好了 每一次遇到你们 我都有好多事情可以做 好多新的idea 真的好多 So many 我的气要做很大 不一定要出国 我们如果到中南部有个什么东西 我觉得你也可以 可以 喝茶 最近是我泡茶 我看到他那天在泡茶 每天在 因为我想尽心 他泡茶跟你们分享 但他喝happy juice 是不会跟你们分享 我想尽一下心来 我想学泡茶 所以我要去上这个课 我到时候再跟你们分享 希望我不要穿得像尸骨 你有焚香吗 什么焚香 他们很多人查到 就会弄个香 我先点个香 我什么都不懂 我现在什么都不懂 我在家里泡茶 就自己弄烫水泡一泡 我只是要用我的那个茶具 所以我要去学 I'm going I'm going 如果有一天我穿那个 斯菇的衣服 你要救我 你会救我 你不能用 菁姐我来了 然后就飘 然后全身就是一个这样子 然后鞋子是有一种 那种布的鞋子这样套进去的 No 是不是像这种 是不是快了 不是 Oh my god 斯菇就是没有双C 其他都接近了 好啦 而且 你现在给我把鞋拿到上面来 你真的是很 不是这样的人真的看得到啊 超疯狂 OK好 就这样子了 我要去接小孩了 按赞分享 小铃铛 小铃铛 好不好 OK 拜拜